2017年在亚马逊书店里上架了一本书 书名是The Ultimate Golden Secret Backup Winning Strategy 翻译成中文书名大致就是 终极黄金秘密百家乐银钱策略 售价高达250美元 但是书的内容只有几十页 作者声称他的策略可以击败百家乐 哇,我们现在不要那么兴奋 在我们投入很多钱去赌场前 先问一个问题 这个策略靠谱吗 是不是真可以战胜风靡华人世界的赌场游戏呢 我们今天就来介绍这个策略 并且利用数学上最著名的古典概率 和贝叶斯理论来进行分析 分析人生赌局 解锁财富密码 欢迎来到数学港湾频道 我是云天 中级黄金秘密百家乐银钱策略 这名字太长了 我们简称为黄金秘密策略吧 核心是这样的 假设用B代表装 P代表弦 以下按照百家乐游戏桌旁 电脑屏幕显示的大路来图示说明 模式一 当大路先出现一列三个B以上 接着出现一个P 一个B 那么 接下来压住P 也就是和前面一个符号的相反 模式二 当大路先出现一列三个B或以上 接着出现两个P 再出现一个B 那么 接下来压住P 也是压住前一个符号的反向 上面模式中的第一列 如果不是B 而是三个 或者三个以上的P 结果以此类推 请注意 上面两个模式中第一列 必须出现三个 或三个以上同样的符号 玩家只有看见这两个模式的时候 才压住 如果输了 就等下次机会 这就是黄金秘密策略的 全部核心内容 作者声称 这是可以战胜百家乐的两种模式 为了分析这个策略是否靠谱 接下来 我们先简单介绍一下 概率历史上两个著名的学派 五点概率论 是一种研究随机事件发生概率的数学理论 它建立在一系列讲述定义和统计学基础上 例如 一个随机试验的结果 必须是某些确定的结果之一 这是什么意思呢 还是说人话吧 比如抛硬币产生的结果 要么是正面朝上 要么是反面朝上 没有第三种可能 每个随机试验的结果 与其他结果是独立的 继续拿抛硬币来解释 前一次抛硬币的结果 和后一次结果之间 不存在任何因果关系 所有事件的概率之和 必须为一 从直觉上来说 如果抛一万次硬币 那么正面朝上的概率 差不多就是50% 反面朝上概率也是一样 古典概率论是概率论的基础 设计赌场游戏就是一个经典的案例 赌场游戏往往是通过随机事件来决定胜负 例如转动 转盘 置骰子 或者洗牌 在这些游戏中概率理论 可以用来计算玩家的胜率 以及游戏的赔率 举个例子吧 在百家道游戏中 每一局的结果都是独立事件 也就是说前面一局的结果 不会对后面一局的结果产生影响 玩家押注装的胜率是50.6824% 押注鞋的胜率是49.3176% 无论前面是什么结果 接下来一手出装或者出闲的概率 按照统计学概率来看 都不会发生改变 虽然出现装的概率大于50% 但是赌场对押注赢的结果 抽取5%的佣金 使得押注装真正的盈率降到了 50.6824x0.95 变成了48.1483% 玩家无论押注哪一方 都无法战胜赌场 在赌博游戏中 古典概率论被用来估计游戏的输赢概率 并为赌场的管理者制定最优的游戏规则 还会用用软件程序来模拟游戏过程 以便快速验证游戏规则的正确性 换句话来说 所有赌博游戏的规则设定中 都确保赌场是占有优势的 从古典概率角度来看 长期下来 所有赌场游戏中 玩家是必输无疑的 What? 讲了半天还是没戏 等一等 看到这里 聪明的观众可能要问了 如果从统计学和概率角度来说 玩家是必输的 那么有没有可能在游戏的某一个时段上 找到概率优势呢 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就涉及到数学上的另外一派理论 贝叶斯理论 贝叶斯理论是一种用于概率和统计学的数学方法 它由法国数学家和逻辑学家托马斯·贝叶斯 在18世纪末发明 主要用于解决不确定事件的概率问题 但这个理论知道它去世后才被世人所知 在贝叶斯推理中 我们会不断更新假设 根据新的数据得到新的推理结果 例如 如果我们要估算一个硬币正面朝上的概率 但又没有完全可靠的证据 我们可以根据硬币正反面各出现的字数 来估算这个概率 如果硬币正面朝上出现了10次 而反面朝上出现了20次 那么我们就可以估算出 硬币正面向上的概率为10除以30等于1分之1 反面向上的概率是20除以30等于2分之2 如果接下来再次出现反面 那么反面出现的概率就更大了 是21除以31 拉普拉斯理论是在贝叶斯理论上发展出来的变种 由法国数学家和物理学家 皮尔·拉普拉斯在18世纪发展而来 拉普拉斯理论也主要用于处理信息不完全的问题 通过对信息的有效补充来提高概率的准确度 我们接下来用一个例子来说明 拉普拉斯计算概率的公式 假设我们不了解太阳运行的基本规则 根据统计在过去的N天里 太阳每天都正常升起 那么太阳明天照常升起的概率是多少呢 这个问题看上去非常奇怪 因为活在今天的我们当然知道 地球在过去的45亿年间 太阳天天都在升起 但如果我们是45亿年前生活的死前文明人类 并没有过去那么多经验呢 拉普拉斯给出了这个答案 N加1除以N加2 大家可以计算一下过去45亿年里面有多少天 来计算出这个明天太阳正常升起的概率 对这个结果推导过程有兴趣的朋友 可以在评论区留言 或者我们可以另外做一个视频来说明分析结果 今天直接利用公式的结果来分析百家乐 现在我们换一个例子 如果我们不知道统计学上的装弦分布概率 在百家乐牌局中 假设过去八局牌里面八个是装 那么请问 接下来继续出现装的概率是多少 按照拉普拉斯的公式 屏幕前的你估计很快可以算出这个概率是 8加1除以8加2等于十分之九 我们继续把问题扩展 假设过去八局牌里面 七个是装 一个是弦 那么接下来继续出现装的概率是多少 根据拉普拉斯公式 这个概率是7加1除以8加2等于十分之八 咦 这个公式好像和太阳升起那个案例不太一样啊 的确 由于时间关系 我们直接利用结果 而省略了详细分析的过程 请大家记住这个公式 我们接下来回到视频开头介绍的黄金秘密策略 我们先从古典概率理论来分析 在古典概率理论里面 我们分析过了 百加热任意前后两局结果之间是没有关系的 是完全独立的 而且百加热游戏规则的设计中 就是利用了古典概率理论保证了赌场是占有数学优势 黄金秘密策略里面提到了两个模式中 压注的那手是装还是闲 与前面几手开出的结果没有关系 从大数统计和古典概率理论来分析 压注的这手牌符合装 50.6824% 险49.3176%的统计概率 玩家长期下来根本没有可能赞赏赌场 结论很简单 策略不靠谱 接下来假设并不知道装前统计概率这回事 我们用贝叶斯拉普拉斯理论来分析这个策略 在两个模式中我们先来看模式一 模式一中要求第一列至少有三个B 我们就拿三个B来计算概率 这个例子中一共五局牌 其中四次出现B 一次出现P 接下来出现B的概率 套上贝叶斯拉普拉斯公式 4加1除以5加2等于七分之五 出现P的概率是 1加1除以5加2等于七分之二 目前出现B的概率 远远大于P的概率 也就是说按照数学理论 应该压住B而不是P 如果第一列出现B的个数超过三个 那么计算出来压住B的概率更大 模式一的压住方向是违反数学理论的 我们再来分析模式二 在这个例子中一共六局牌 其公四次出现B 两次出现P 接下来出现B的概率 套上贝叶斯拉普拉斯公式 4加1除以6加2 等于八分之五 出现P的概率 2加1除以6加2等于八分之三 目前出现B的概率 也是大于P的概率 也就是说按照数学理论 应该压住B而不是P 如果第一列出现B的个数超过三个 那么计算出来压住B的概率更大 模式二的压住方向 也是违反数学理论的 综合概率上的两大学派对黄金秘密策略的数学分析得出最终结论 该策略纯粹忽悠人 没有任何数学理论支持 当然数学理论上还有一个著名的马尔科夫理论 由于时间关系我们就不展开分析了 但结论是一样的 该策略违反任何已知的数学理论 目前网络上充斥着各种必胜策略 必胜视频 一般来说 无法通过数学理论证明 获得超过100亿学牌计算机模拟的方法 基本都是不靠谱的 即使想利用某种策略 获得波段性操作的胜利 该策略至少也要不违反数学理论 从而获得娱乐的乐趣 好了 今天内容就到这里结束 我们下期再见